谁是NBA史上最能打铁的球员 如果有人告诉你科比是铁王 却立刻将这个视频甩他脸上 因为老大在后卫里面 从来都是效率比较高的 无论是常规赛直接增加44.7%的命中率 还是季后赛44.8%的命中率 以后卫球员的标准来看 都跟铁没有关系 打铁多只是因为投的多 况且老大攻防一体 杰森亚9个一防的同时 还能在进攻端保持这样的命中率 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如果都有詹姆斯杜兰特的标准 要求其他球员 那后卫能这样打球的 也就只有乔丹了 那么究竟谁才是NBA史上第一铁王呢 请看拉赛尔·威斯·布鲁克 如果说常规赛直接增加 43.8%的整体命中率 外加3.4%的三分球命中率 只是啥啥水 那季后赛的威少 绝对无愧铁神的称号 整个直接增加的季后赛 威少场均要出手2.34 这个场均出手数比库里还要多了0.44 然而论得分 威少几乎在场均仅仅只有23.6分 库里别多了 整整3.4分 然而机会赛生涯场均出手2.34的威少 仅仅只能命中8.2球 命中率区区44.5% 三分球更是进一步滑涂到26.7% 而且 你还不要说什么威少生涯末期拖了后腿 因为算下整个直接增加 威少几乎在命中率最高的一年 就是第一次打几乎赛了 那一年雷霆首轮出局 威少6场突出了47.3%的命中率 三分球 场均近0.8个 命中率41.7% 然而此后的威少 哪怕是他步入了巅峰时刻 季后赛生涯命中率最高的一年 也不过43.5%的整体效率 外加27.7%的三分球 他拿下LVP的1617赛区季后赛 更是投出了38.8%的命中率 外加26.5%的三分球 而那一年季后赛 他场均收手3.4次 打铁是8.6次 扫轮为哈登轻松淘汰 简直恐怖如斯 很多威名喜欢做威少在火箭的那一年 季后赛效率第一次因为受伤 然而那一年季后赛 威少42.1%的命中率 是自1213赛季以后 威少季后赛增加最高的命中率 往前属 他连续三年命中率三成 往后属 三年有两年命中率三成 一年看看41% 到了今年打独行侠 威少更是再创辉煌 季后赛投出了26%的整体命中率 外加23.5%的三分球命中率 直接导致了快船被独行侠淘汰 冠军梦碎 生涯至今为止 威少合计打了13次几乎赛 其中有6次命中率不到40% 只能用汉人听闻四个字来形容 这一论战绩 离开杜兰特和哈登两位超巨 威少的这些生涯 更是从来没有突破过几乎赛首轮 飞上到他离谱到姥姥家的命中率 NBA史上第一铁王 却对失智名归 MAAAN